唐朝传奇小说《玄怪录》里面讲了一个故事 说的是一个猪妖 要当地百姓每年给他进贡美女 不然就要作怪祸害百姓 但那个猪妖后来碰到一个克星 被砍掉一条前腿逃走了 猪妖碰到的克星 就是唐朝宰相奸名将郭元正 他是因迷路碰到那个猪妖的 因拆扬错的救了那个民间女子 有人说 西游记中猪八戒在高老庄取清那个情节 就是吴承恩受此启发而产生的 据旧唐书和新唐书记载 郭元正出生于太原郭寺 至两汉未尽以来 太原郭寺都是著名大族 尤其是出唐以后 更是发展成为中原八大姓族之一 名声显赫 然而郭元正虽然是并州洋区县 金山西太原洋区县人 却生于靖河北邯郸大明县 公元673年 年仅18岁的郭元正就中了近世 被任命为四川色红县位 作为父母官 郭元正上任后没做过一件为人民服务的好事 反而不停地做坏事 连铸造私钱 贩卖人口这种事都敢做 把老百姓害得不浅 人们怨声载道 20年后的公元693年 当时的大老板武则天才晓得这家伙干了些啥 顿时大怒 一直命令让他拱回京城 如此胡作非为的官员肯定是不能饶恕的 然而 当武则天和他谈了一席话后 顿时觉得这家伙有大财 马上转入为席 武则天向他索要文章 看了他的保健片后 更是大家赞赏 顿时忘了他所做的那些坏事 任命他会有五位凯朝参军 后又进封奉城奸城 那么问题来了 郭元正为什么要这么干 是因为不得志 而故意采用这种剑走偏锋的方式 引起武则天注意吗 除了天智的之他之 恐怕再也没人知道了 问题又来了 郭元正是真有大财 还是只会耍水皮子 据自治通剑唐纪二十一 三年后的六百九十六年 吐伯请和 郭元正奉命初始吐伯 没想到 吐伯怨害的条件 竟然是要武则撤掉 安息市政的守军 还要求武则把实性突厥之地给他 这个条件的提出者 是当时的吐伯实际掌权人 大乡论清零 郭元正一听就明白对方的企图 干脆挑明 你几个意思 是不是想吞了这些地方 论清零皮笑肉不笑的说 哪里哪里 那点儿土地 咱们才看不上眼呢 更犯不上与忠勇为敌 咱们若是想要土地 就吃甘粥 梁粥这些嘴边的肉 何必去想万里之外的土地呢 见郭元正不答应 论清零竟然派了个人 在郭元正回去时跟住 想直接跟曹廷提这个无理要求 曹廷当然不能答应 然而若不答应 他就不会罢兵 我则天召集大家开会 做人你言我一语 踊跃发言 但都是废话 没一句有用 最后还是郭元正出了个主意 让五则天采取拖延战术 得到五则天采纳 郭元正说 无论是安息市政 还是实性突厥之地 甘州 梁州 亦或是青海 土育魂都是国家要地 一寸都不能丢 但又不能直接拒绝 不然会把土拨人惹毛了 所以我们不如这样答复 安息市政 实性突厥之地 本来对我们也没什么用处 我们派兵守卫的原因 不过是安定 抚慰西域而已 再就是分散一下你们土拨的兵力 如果你们真不想东清 就请把土育魂各部 和青海故地归还给我们 你们把这些地方归还给我们后 我们就让西兔爵武器 金部归还你们 在郭元正看来 这样竟能躲住论青龄的嘴 又不至于与其翻脸 一番话 说得五则天平平点头 郭元正接下来所说的 那才叫厉害 土拨百姓疲于瑶术 早愿何清 青龄立于统平专制 独不欲归款 若国家遂发寒亲死 而青龄常不从命 则比国之人愿青龄日生 若国恩日盛 色域大举歧途 故意难以 失意离间之见 可使其上下猜阻 或论内性矣 简单点说就是 由于双方长连打仗 土拨的百姓 早就被姚依和兵役害苦了 早就想与我们和好 因为和好后 就会免除姚依和兵役了 论青龄却不干 一直不想归父 如果我们每年都派死者 去表示和好 论青龄依然不同意的话 土拨百姓就会恨他 那时他都还想 大规模动员百姓 就不那么容易了 到时候他们内部 就会发生祸乱 对于郭元正这个 促使土拨上下猜疑的 离间之计 武则天连连点赞 当然他的话 只是理论上的 效果如何 还得看结果 结果没有让人失望 土拨战谱戏弩弩弄 对论青龄的猜疑 终于使他动手了 趁论青龄外出未归 与大神论言 先尸杀其党羽两千多人 然后命令论青龄兄弟来朝 论青龄明白不能去 不然肯定没活路 便举兵抗命 遭战谱出兵镇压 兵败自杀 隔个死后 弟弟战谱在土拨待不下去 只好率部降堂 武则天命郭元正 和元军大使赴盟令亲率兵迎接 战谱降堂后 武则天封他违规的王 又为大将军 命他率部驻守红元谷 再经甘肃谷让献息 那以后不久 论青龄的儿子论功人也率部降堂 被拜为卓裕前卫将军 九泉俊功 后来牵制左校卫大将军 受方副大使 土拨两个重要将领绿部降堂 说明郭元正的离间计大获成功 不费一兵一卒 就削弱了土拨的力量 减轻了对谈的威胁 郭元正的足智多谋 迫使武则天尾他已重任 于神龙二年任命他为 左校卫将军 简叫安息独户 把守护安息的重担交到他手上 不久又任命他为 金山道行军大总管 后来唐忠忠上台 因其在维护安息 一个民族团结中做出的巨大贡献 郭元正被再次任命为安息大独户 郭元正在安息 到底做了什么呢 一个细节 足以说明一切 锦云元年 唐瑞宗继位后 拜郭元正为太夫亲 加引亲光禄大夫 郭元正离开安息 去朝廷的时候 安息各部落的酋长 用滑坡脸面 痛哭相送的方式 来表达对他的不舍 一边是一一不舍 一边却是另一番景象 郭元正刚到玉门关 离梁州还有八百多里 得到消息的梁州百姓 就准备好了欢迎他的胡江 盼星星盼月亮的盼着他了 掉入朝廷后 郭元正先是担任立务上书 又改任兵部上书 封管逃县开国南 然而两年后 逃选中继位 他又被调出朝廷 到地方上任子去了 朝廷需要他去防备突厥 任命他为朔方郡大总管 位于今天临下中卫系的丰安 还位于今天临下平罗南的定远城 就是他任朔方郡大总管的时候 主持修筑的 使束手军队有了囤柱之所 有意思的是 如此文武双全 精明过人的一个人 也有糊涂的时候 而且这一糊涂 差点而要了他的命 事情发生于公元713年10月 唐玄中在离山搞军演 正在信头上 郭元正突然出班咒识 这次军演 唐玄中极其重视 不然也不会亲自雷鼓了 郭元正这一捣乱 不但影响了大老板的心情 还是军容不整 唐玄中大怒 命人将郭元正推出去斩了 下了宰相刘悠求 张说跪下为他求情 老郭立过大功 就算犯了死罪 也应该宽恕他一次 唐玄中一路未消 虽然免了他的死罪 但把他流放到了广东 不久 虽然唐玄中看在他 劳苦功高的份上将他特赦 其赴为劳州司马 但今此打击 郭元正的小心脏受不了了 从此得了抑郁症 竟然在赴任途中郁闷而死 年仅58岁 大风大浪都经历过了 却经不起一个小小的打击 心理承受能力如此之弱 实在令人唏嘘 我是议员 分享更多的历史故事和文化传承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的频道 记得打开小铃铛 及时收到我的更新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